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才说的都是李楠教你的 我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我不答应 李楠他马上就会杀了 老邱 你太傻了 你这么做会死得更快 我明白 不过 你能救我吗 我没这么大本事 你的本事大呀 我现在就想知道 李楠说叶子红是共产党 你是什么感觉 旌旗 旌旗 只是旌旗 那还能有什么 我现在才明白了 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跟他姓金的姓陆的是一活的 仓库的活是你们放的 你才是真正的 共产党 你这些跟别人说了 害怕了 如果我说出去 你是不是就完蛋了 我说出去 说出去 现在 我可以跟你谈个条件 你放我 我马上消失 你的事 我永远不会说出去 这样 对你 对我 咱们都有好处 毛秋啊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你还有什么办法 怎么回事 报告副局长 求你才未对自杀 漂流摔死了 你以后应该叫他局长呢 恭喜李局长 李南先生 恭喜你升任局长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人才 果然没有看错 多谢何璐大祖栽培 你救了我一命 说吧 想要什么 为皇军效力 不求回报 这里没有别人 别撞得这么一本正经 我知道 你一直想要振兴你的家族产业 我成全你 马遥远的烟土公司 和那些大烟馆 以后就都归你管了 谢谢 你是个优秀的男人 我很看好你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是吗 松本司令官命令 我们必须要想出更有效 更快速的方法来筹集军费 筹钱嘛 可是造钱快 造钱 说说你的想法 是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怎么回事忙忙张张的 马遥远 马遥远的老婆死了 死了 怎么回事 自杀 撞墙死的 这个女人的性子还真烈 不过 平心而论 她的蜜也够苦的 我得赶紧向李居角汇报 我先走了 要帮忙吗 不需要 我自己处理 马遥远就这么死的 李南为了杀死马遥远 确实下了不少的功夫 马遥远的老婆叶子红 在审讯室也自杀了 无辜的女人哪 她成了李南和马遥远 争斗过程中的牺牲品 是啊 现在李南升了局长 没有人再能挡住她了 她会把精力 更多地集中在咱们这边 尤其是你啊 容胜了总队长 这样呢 虽然更有利于我们 以后开展工作 但是同时 你的危险性也就加大了 毕竟李南 要比马遥远精明得多呀 所以以后做事 凡是要小心 我明白 我得走了 李南升局长 要请我吃饭 大海 我们也要祝贺你 虽然我这儿没有白酒 恭喜局长 来 升职大喜 恭喜局长 来 恭喜 恭喜啊 恭喜二位高升 这次蒋队长的功劳可不小啊 多谢局长栽培 都是属下们应该做的 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 原来蒋老弟 也是我们这边人哪 李局长是伯乐 跟着李局长 咱们俩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那是 那是 东梁啊 你能升为这个鸡察队长 蒋队长可为你说了不少好话呀 谢谢蒋总队长的美言 谢谢 谢谢局长栽培 属下以后 定当尽心竭力 万死不死 好 你们俩 继续做好我的左膀右臂 来 让我们 共同齐心协力 干 干 局长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 想跟您汇报一下 是吗 您还记得 当年来问我 岳瑟夫 那批法国货的 你两个学生吗 其中那个女的 前段时间少过我 她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 一个月以前吧 她说她是你们警察局的人 您不知道吗 徐曼她找你干什么呀 还是问那批货 送到哪家服装店了 真邪门了 不就是一批法国的服装便料吗 你告诉她了吗 是啊 远洋服装店 告诉她也没什么用 远洋服装店呢 早就被马瑶远的人给砸了 她还说什么了 就说这事了 说完就走了 也不到去哪了 哎 局长 这女孩跟以前不一样了 眼神阴冷 杀气腾腾的 我当时还真以为她是你们警察局的人呢 好 我知道了 你先走吧 是 我告辞了 喂 蒋队长吗 把马瑶远被暗杀的宗卷给我找出来 对 我现在就要看 这是从马瑶远家起货的卷宗 这卷宗怎么这么猛 你确定是徐曼干吗 当时执勤的人全都被杀 只有马瑶远清除事件的经过 我也是听马瑶远说的 并没有亲眼看见 如果马瑶远不想让我知道 他完全可以不说 更没理由替徐曼吧 我知道了 这能留在我这儿 你出去吧 是 对了 算了 你还是走吧 有一个个人 有一个人 可腐 更有一个人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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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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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就是人民和政治的力量 把政权归于人民 就叫民权主义 民权的作用在于维持人类的生存 只有自由平等博爱实现以后 民权才能够发达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 一点灰尘都没有 徐曼肯定回来过 报告局长 屋子里面全是空的 没有收到任何可疑物品 派人二十四小时给我监视这一年 如果有人来就给我抓起来 要活的 明白 秦昊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跟宋小春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觉得我会喜欢别的女人吗 但是我看得出来小春很喜欢你 而且喜欢得特别深 小曼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党人了 我们的党派不同 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现在 我就代表我们的党组织 诚挚地邀请你 加入我们吧 可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可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们的党 愿意接受一个军统特务吗 静昊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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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 别杀我 别杀我 你们是什么人 警察局的 为什么跟踪我 我们监视仇短装 发现了你 为什么监视仇短装 我们发现仇短装里的人 都是共产党的低下分子 里面的人呢 不知道 我们今天好几天 他们都没有出现 求你别杀我 你走吧 回去告诉马瑶远 就说我早晚会要他的狗命 马瑶远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 昨天 怎么死的 但是共产党间隙 被我们局长枪毙了 你们局长是谁 李南 喂 我是李南 局长 出事了 什么事 我们派去监视 普日商绸短装的眼线 全被杀了 谁干的 正在调查 全都是一成毙命 手法十分老道 肯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会不会是共产党的人又杀回来了 继续追查这件事 是 局长 这事 又没有报告蒋总队长 以后你直接向我汇报就行了 知道了 你们看 谁来了 大鹏 想死我了你 好小子 越来越接受嘛 你们聊 我出去盯着 好 老姑的赌局是非常安全的 来 坐吧 快坐 小老爷 听说你跟李嘉宇同事结婚了 恭喜你 谢谢 瞧瞧把他乐得脸上都开花了 大方 老家怎么样 挺好的 在陈一司令的指挥下 我们打了好几次大仗 痛快啊 那我娘呢 我娘还好吧 你放心 大娘也挺好的 这次知道我要来 这大娘激动了两天都没睡着觉 这天追着我 让我给你带这个啊带那个 我这估计啊 这等我回去了 还得追着我呢 我也想我娘啊 大队长 宋小春同事怎么样了 这大娘一直惦记着呢 哎呀 你就告诉我娘吧 小春在这挺好的 让她别惦记了 哎 杨卫成长 这次老家没有发电报来 专门派你来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发电报不方便 所以就派我来了 什么大事啊 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鬼子的已毒仰战计划 遭到破坏以后 松本在令上海的核机关 制定了一项制造伪钞 扰乱我国经济的伪钞计划 伪钞计划 什么伪钞计划 抗战以来 日本人的物资 还有兵力渐渐衰竭 他们已经停止了 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东条运纪亲自下达了批准 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 其目的 就是破坏中国政府的法币制度 扰乱中国经济 摧毁中国经济的抗战力量 老家这次让我来 一是为了当面告知 二是让我带来两张伪钞样品 希望上海的同志能够经济财业行动 摧毁鬼子的认识计划 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假法币和假抗币 这两种违逼 都是在上海制造的 一部分在黑市场进行交易 另一部分在国土区 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底行流通 用来兑换真钱和各种物资 为日军前线部队提供战争物资和经费 上海是禁止流行法币和抗币的 是什么人会在黑市场进入这种伪钞的交易 大多是些投机商和帮派 他们购买这些伪钞 也是到日战区以外的地方进行流通 套水真钱和外汇 这项伪钞计划的负责人 是何机关的一个头目 叫中代麻衣的大佐 这个人在中国的名字叫何鲁 咱们在苏伟的时候还跟他交过几次手呢 你说的是那个女鬼子 她不是中佐吗 升官了 到了上海以后就生成大佐了 她现在呢 在上海开了一个摇石山庄俱乐部 表面上呢 是做一些娱乐的项目 实际上 她就是核机关的重要机构 原来是她呀 干涉司令员命令你们尽快查清核机关的底细 找到制造伪潮的地点 另一到会儿 行 你转告司令员 我们会尽快地展开行动 如果有任何的情况 我们会及时地向老家汇报 好 对了 听说李南又回来了 还当上了上海市委警察局局长 而且啊 他现在是专门替何鲁办事 我猜想这个伪潮计划 十有八九 他都参与了 这个叛徒 那大队长 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我也就回去了 着什么急啊 多住几天吧 我来安排住处 这样的话 咱们好好聊聊啊 我也想多跟你们聊一聊啊 可是老家那边还有任务 等老家再有新的任务了 我再来 行吧 既然你有任务在身 我们就不留你了 还是那句话 保重 那你们也都保重 希望你们尽快取得成效 老家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 我走了 李主长 你突然亲自来找我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李敖先生 我是徐曼的同学 我知道 您跟徐曼的私人关系非常好 我太久没见他了 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很抱歉 自从上海开展以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哦 是这样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李敖先生 我听说您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叫做北魏流金佛像 请问我能欣赏一下吗 李主长 我非常乐意让你观想 但是 现在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在法国 在做展览 是吗 我怎么听说江苏党委唐一更 就是因为这个送的命呢 Directory I'm sure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The Buddha I own is in France If you like I can have my partners there send you a telegram 那不用不用 既然李敖先生这么说 我想这也许是谣言吧 那李敖先生 告辞了 好 今晚走 李局长 好 队长 法国领事馆 李洋克劳德这个人在撒谎 他一定知道徐曼在那儿 给我盯紧点 局长 这可是法国的租界 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现在哪国的租界 不怕日本人才分 胆子给我放大点 出了事我负责 是 进入黑市 对 只有掌握了伟超的货源 才能从根本上 制止他们的生长和流动 是不是可以用我爸的报纸 把伟超计划披露出来呢 暂时先不要 这样会打扫惊蛇的 一旦惊动了他们 就不好展开调查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凑一笔钱 找到都是伟超的人 这样的话才能顺藤摸瓜 找到伟超的货源 钱不是问题 我可以跟我爸要 需要多少 十万 十万 你疯了呀 有必要用那么多钱吗 没有办法 日本人急于批发匪超 钱少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 可是一时半会儿 哪能那么多钱去啊 这可是赌局的全部家当吧 放心吧老顾 这些钱 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咱们现在钱有了 可到哪去找 范卖伟超的人呢 他认识啊 他会带着咱们去找 该找的人 干什么了 我带人来拿货 现在没货 我 我们带的是现金 进来吧 请吧 你们要货 对 要多少 你有多少 你要多少 我有多少 对率怎么算 一块挣钱换五块为超 那我就要五十万为超 五十万 你们是干什么的 生意人 干什么生意 绸缎生意 现在绸缎生意不好做 你哪来这么多钱 老兄 这件事情似乎不归你管吧 少废话 我要验你们的钱 这是你们的五十万 这是你们的五十万 拿完货赶紧走人 我不能任何姐没让任何人 他们的这些 对 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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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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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 跟着他俩车 看点 别出事了 出事就打死你 你要干什么 说 围超哪儿来的 不知道 说 围超哪儿来的 我真不知道 我只是从上线那边提库 上线在哪儿 不知道在哪儿 我们只是担心联系 怎么联系 打电话 我找牛顺发 牛站长 老大 是我 我要货 不是刚给过你吗 赵毛快去卖光吗 是 来了两个大票 一次性全买走了 他们还要一百万的货 这么有钱 什么来路 两个外地商人 钱我都验过了 货真价实 等着吧 留货我送死你 什么时候要货 告诉他 马上就要 老大 他们着急离开上海 马上就要 这么喜 好吧 明天上午十点 到地方见 好 明天上午十点 教我接火 敢耍什么花招 我当场就毙了你 伪超哪儿来的 你们要干什么 我问你 伪超哪儿来的 何警官 哪知道的 这个 我不知道 说 这个我真不知道 小刘 你上得怎么样 钱 钱 放心吧 小刘 这十万块钱 我肯定会被追回来的 那今天怎么办呀 回去 救人 快 快 小刘 小刘 小刘受伤了 还不够能疗伤 快 快 小刘躺下 小刘 慢点 小刘没了 小刘 你们先忙着 我去找鹤舞 不然就来不及了 等等 我跟你一块去 照顾好小刘 不要 是 当务之急 就是照鹤舞 小梁 你醒了 伤口还疼吗 好多了 他们人呢 他们都出去了 你好好养伤 你饿了吗 我们去弄点吃的给你好吗 李局长 你提出的伪超计划 现在进行得非常顺利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松本司令官很满意 点名表扬了你 恭喜你 谢谢 我们已经聘请了林怀兰先生 担任大东亚银行的行长 他最近会到上海来 亲自监督和指导伪超的制造工作 保护他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警察局了 他在上海待多久 一个星期 随后直接回日本 和一些内阁要员见面 商讨组建中国经济顾问团的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最近这几个月 一直有人在暗地里给我们捣乱 不仅破坏了我们已毒养战的计划 而且还暗杀了很多 我们本来可以利用的重要人物 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马瑶远无能 一直没有铲除这些破坏分子 来 坐 我想听听您有什么高见 破坏已毒养战计划和一系列暗杀行动 是两伙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但知道是两伙人 我还知道抢烟土 烧餐库 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刺杀一系列重要官员 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为什么 第一 两伙人的武器装备不同 我对这几个月进行的一系列暗杀事件 重新做了调查 我发现这伙人武器精良 手法老道 团队配合素养较高 且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一定的程序 这就是国民党军统暗杀组织的风格 那另一伙人呢 另一伙人 他们武器装备较差 但是敢想敢干 变化多端 最可怕的是 他们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这是典型的共产党的作风 真是久违了 那你觉得 哪一伙人对我们的威胁更大一些 短期来看是军统 这些人目标明确 行动速度快 但这些目标大多都在明处 对付起来并不难 对我们的伤害也是可以估计出来的 可怕的就是这些躲在暗处的共产党啊 没人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 针对什么样的目标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行动 赫鲁大佐 您在苏北的时候 跟共产党的义勇军较量过 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 这些老鼠确实很讨厌 你有什么对策 赌不如输 顺势而行 一味地被动防守永远只有挨打的份 只有主动地把对手引出来 给予致命一击 引蛇出洞 怎么做 对于军统来说 林怀兰是个不错的一位 共产党呢 我还没有想出来办法 耐心等待 等待时机 队长 刚才李昂克拉德和亨利成法国的专机离开了上海 他们去哪了 不知道 机场的保安把我们拦了下来 有关飞机的讯息也不让我们查 什么 不是跟他们提前打过招呼了吗 你没说是局长下的命令 我说过了 可是他们说要有日本方面的同意才能查 我不是怕跟您和局长添麻烦吗 就没再坚持 邪了门了啊 他们哪这么横呢 可能是因为之前法国总领事提出严正的抗议 要求机场方面保护他们的隐私 防止外漏 否则他们就向法院提起诉 抗议 他们抗哪边的义啊 是不是你们被发现了 应该没有 最近法族界和日本方面闹矛盾呢 闹什么矛盾呢 是这样的 一个日本兵在法族界喝醉了酒 还公然伤人 最后还辱骂了亨利 法族界就派巡捕把他们抓了起来 日本方面要求放人 可是你也知道啊 亨利这小子脾气很怪就是不放人 双方闹得很僵 到现在还没解决呢 现在黄军在上海气势正盛 英法美租界都不回太平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这些西洋老 就会被黄军赶出上海 你给我听着 你给我盯紧到李扬克劳德 发现他回来 立刻向我汇报 是 总局长 你先出去吧 听说 丑战庄出事了 去了 行了 行了 不问了 走 局长要见咱们 什么事啊 去了就知道了 局长 这个林怀兰到底是什么重要人物 连日本内阁都尽动了 挺厉害的 是啊 是一位金融专家 专门负责制造伪钞 那他来上海干什么 负责监督上海的伪钞制造 在上海停留一个星期左右 直接飞往日本 局长 咱们的安全房可都用着呢 把它往哪儿安排呀 放心 日本人已经安排好了 新世界大酒店 保卫人员由我们出 蒋队长 这件事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 是 林怀兰 他是造笔专家 这次伪钞计划的核心人物 连日本内阁都邀请他去日本 想组建一个中国经济顾问团 目的是要扩大伪钞计划的规模 尽快摧毁中国的经济 可是他为什么要来到我们上海呢 一 是要担任大东亚银行的行长 二是要监督和指导 伪钞和制造 李娜让我 全权负责林怀兰在上海期间的安全 我认为这是一次好机会 如果我们能抓住林怀兰 有可能会一举捣毁整个伪钞计划 我看没这么简单吧 怎么了 如果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日本的县兵 司令部给保护起来 反倒推给了你们地方警察局呢 这是奇异 李南一向精于算计啊 如果日本人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交给了他 可是他为什么又甩手不管 直接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推给了你呢 我在想啊 这是不是在试探你 据我观察 李南最近很忙 他也是个人 也有疏忽的时候 他可能是一时没有太多精力 仔细地考虑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啊 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我的顾虑 恰恰是因为李南最近的举动 李南 李南的程度很深 他表面上提拔我为总队长 表示出对我的绝对信任 可是他跟马耀远一样 没有绝对信任的人 他可能已经怀疑我了 但还抓不到我的把柄 不 李南和马耀远不一样 马耀远对于自己不信任的人 从来不敢任用 但是李南不同 即便他不信任你 但如果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嫁于你的话 那他一定会利用最大的可能 来利用你的能力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但如果一旦让他感觉到你的存在是一种威胁的话 马耀远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给你致命的一记 相信我 这就是李南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这次机会太宝贵了 如果放走了林怀兰 我们就是助纣文乐 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伪超计划 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傅诺同志 我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我个人的生命 跟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来比 太无不足道了 包东同志 你的精神让我感动 我唯有你这样一个战友 感到骄傲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的生命不仅仅是你私取的 也是党 国家和人民的 赶程司令员曾经说过 包东的价值 顶得上前线的一个部队 所以 我们还是要从长记忆 风度同志 大海同志 相信我 我们会有别的办法的 好吧 那就从那两个伪超贩子身上 找线索 我是刘曾三 我是刘曾三 哦 局长 是 是 是被指示之 请局长放心 我马上行动 叫许曼到我这儿来一趟 报告 进来 站长 您找我 我刚刚接到局长电话 说日本人正在制造伪超 严重扰乱了我国的经济 这件事情 共产党那边早就知道了 说不定现在已经采取了行动 而我们呢 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局长对我们的失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那局做有什么指示 原处央银行经理林怀兰 是造币技术方面的专家 也是日军伪超计划中的关键人物 他靠向日军提供伪超制造的核心技术 获得了现在 这个大东亚银行经理的职务 而且 他还直接参与了伪超的制造 这种人 比普通的汉奸更可恶 比唐一更之辈更该杀 据可靠消息 近日林怀兰要在上海停留一周 然后飞往日本 目的不详 但肯定与日军北朝计划有关 甚至很可能 与更复杂的金融侵略计划有关 局做严厉 在他去日本之前 干掉他 是 不再想什么 我冰住呼吸 为了远方的一朵鲜花 摘下来送给你 千军一发的时候 我学会了奔跑 为了你我 愿意 不再说什么 我只要努力 为了收获 第一个微笑 留下爱在心里 百花正眼的时候 百花正眼的时候 我懂得了荣誉 为了你我 愿意 我温馨 我温馨 新闻天 抵挤人间 抵挤人间多少年 悲欢在 沧桑边 明月有青梦 有青梦 无叶 火对心 心对天 山河回望多少年 总让花正眼 总让花生 会成你 为了你我 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你